我們去到第三隻 第三隻就是莫澤東 我們就來到classical period 最大不同的是什麼呢 之前那隻barock period barock的意思是ornaments 是講裝飾的 在巴洛克時代的建築 很多雕色 很多裝飾 很多花紋 那些柱不會這樣一層柱 很平淡的 很多花紋 現在的幕上都是 很多裝飾音 很多自己用創的 要加些東西進去 另外一個學性就是barock 每一部都是一同的重要性 當然可能一個船律 一個樂器走到船律 之後就拋給另一個樂器 要走到同一個船律 互相傳來傳去 而交織到一層 但classical period很不同 classical period 就追求要陰雅 要簡潔 很多時候就變成了 不會再那麼複雅 很多補錦 糾纏在一起 很多時候一部有個船 剩下的一部就是半部 吃和音 整體上就簡單很多 最主要是說當時 可能大眾想簡單些 覺得巴洛克時代太複雅 聽不明白 所以就追求一種簡單的 我們這一部就是華達克的作品 這就叫Floot Quartet Quartet就是四重咒的意思 Floot就是有支Floot Floot Quartet的意思不是四支腸 是一支腸 而通常沒有特別說明 剩下的就是音樂 我們會有大琴 中提琴、小大琴 大家細心欣賞 好,是5 ring 啦 超風真的是 借賽 好cę 採集有檢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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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